那我们先算第二题 第二题我 你写的上面的思路对的 就是 就是24 我们把它拆分成2 乘2乘2乘3 对吧 然后那个 108就拆成 2乘2 乘3乘3乘3 那你你这边拆到最 就是能让 他和他的 他不是要求最小公倍数 他要求最小公倍数 且是一个 平方的 所以说 不应该是2乘2乘2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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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是最小公倍数的话 是2乘2乘2乘3乘3乘3 但是这里因为 因为他又要就是要满足n平方 那就一定要是就是个数都是双数个 那就那就最小的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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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后这样子就有一对一对的2 然后一对对的3 这边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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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一个n平方 最小的n平方 那n就等于 这边 那个4乘9 等于36 然后 题目要你求的是 它说是 integers are the divisor of every integer n 那就是说 要能被36整出的 那 能被36整出的 只有a和c 对不对 这个就是第二题 然后 看一下 两道题 哦 这是第二题 然后 第16题 是这样的 就是 嗯 我们假设这50个box嘛 然后 每个上面的 记得数目 就是 x1加x2 一直加加加加加 然后 呃 加到第49个 然后这里说 因为它写错了嘛 那我们就把第50个 变成10 那 它除一下 平均数 就是 1.12 然后 呃 现在是 它说改过来了嘛 应该是1嘛 那就是x1加上x2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 x49 前面49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它最后改成1了 那 此时要求它除以50 等于多少 那 我们 只要把x1一直加到x49 求出来就行了 那这边就是 就相当于1点 嗯 x1加上x2 加上 x49 等于 1.12 乘以50 减去 10 等于 46 然后 我们要求这个就很简单 把46 往里带 oops 又拍视频 又往里带 好难 然后 这样就是相当于 46 加1 除以50 等于 0.94 所以 选C 选C 相当于 相当于 第17 提 17 提 嗯 就是这样的 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一边拍视频 一边拍视频 画画好难 然后这样子的嘛 我画的不大标准 然后 嗯 现在是有一个60% 对吧 所谓%就是这边画条线 然后这边的面积 占总面积的 60% 然后 90% 就是 90 画条线 然后 这边所有的面积 就是90% 那么现在 嗯 先是 如果 如果 要75%的面积 就是75% 那 which means 就是说 你要在这边画条线 让 这个面积 跟这个面积 是相等的 那既然 这边是650 这边是850 你如果 这条线画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面积就 就 这个面积明显大 现在 你要这两个面积相等 这个点 就肯定要比 750 这个点 要靠前 所以750 大于它 所以先B 明白了吗 晚安 你的呼呼 让我 文思如全涌 希望你醒来 以后能够看到 小猪手还是很有用的 晚安 不懂在 白天再问我 咯 嗯 Muah